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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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可能一听这个MACD 这么常见的东西有什么好听的 那我告诉大家 很多朋友可能做股票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 你不见得真正的懂MACD这个东西 是不是 往往在我们 比如说按正常的眼光去看这个市场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票 用这个K线去看 用这个结构去看 用成交量去看的时候 往往比较迷茫的时候 找不到头绪的时候 往往这个时候 你用技术指标去看 会收到 合理的利用技术指标 会收到非常神奇的效果 你比如说去年我做了一支票 是什么票我们就不说 我们下节课讲这个具体实战的过程当中 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做了一支票 也非常好 又合乎情理 题材上面也不错 有东西炒 业绩上面也不错 在所属的行业里面也不错 但是就是结构不行 在这个位置到底要不要出手 我很犹豫 后面就是因为看了MACD的指标 我想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建仓的位置 所以买了三层舱 买了三层舱 但是他给我的回报 整体的我的DC的账户里面 布局的账户 DC的账户里面 不是龙头战法的账户 整体给我贡献了将近30%的收益 然后我只买了三层舱了 是吧 那么 讲到这里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 就给大家言归正传 我们正式开始讲 我觉得新点进来的朋友 如果说你已经有耐心听到这个时候了 我觉得可以把关注先点一下了 好吧 我们言归正传 正式开始讲这个MACD MACD这个东西 它是为什么发明这个东西呢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MACD的 刚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是均线 对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趋势战法的时候 讲了均线 均线这个东西它有一定的滞后性 是不是啊 就是说它存在一定的失增性均线 就是呃 在你比如说在涨了一段时间之后 均线是角度非常好 是不是啊 趋势也非常好 但是股价实际上已经到头了 是吧 开始晃荡晃荡 要开始往下面跌了 但是整体的均线反应呢 还没有那么快 是吧 还是一一片欣欣向荣的这个感觉给你 是吧 非常火爆的感觉啊 你如果说买进去了 刚好买到了最高位 是不是啊 它存在一定的失增性的 是吧 所以呢 后面为了弥补这个移动平均线的失增 啊 就发明了什么呢 发明了MACD这个东西 MACD 它叫什么呢 它叫指数同华 一同移动平均线 实际上也是由移动平均线 呃 这个东西 呃 通过一定的算法啊 再继续得到的这个 呃 一个指标啊 就叫MACD 这个东西是谁发明的呢 是这个 呃 一位叫翻译过来啊 有的人有 有的翻译就称之为什么 杰拉德阿佩尔啊 有的翻译称之为什么 查拉尔德阿佩尔是吧 这个人发明的啊 说MACD之父嘛 是不是 呃 形成这样的一个指标 首先呢 MACD它是由什么呢 呃 你如果说想把MACD这个东西吃透 那么你首先要搞懂 它是怎么来的 是吧 那么DRF是什么呢 快速的均线 减去慢速的均线 得到中间得到一个差值 是吧 那么差值如果是正的 正的的话 那么呃 DRF这个呃 就是它就在零周以上 就是正的啊 如果说呃 快速移动平均线的点 减去慢速移动平均线的点 是负值的话 是吧 那么得到差额值就是负的 就是小于零周的 就在下方 是不是啊 那么一般呃 就是说在我们大部分的 这个软件系统里面 快速移动平均线 就是默认值啊 默认值当然这个 呃 我们把它理解之后 是自己可以修改的 默认值一般是12日移动平均线啊 就是呃 用的是快速均线啊 就是12日移动平均线 慢速的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用的是这个 这个26日移动平均线啊 也就是说12日移动平均线 减去呃 26日移动平均线 当时他们两个所处的点减去啊 用这个呃 快的减去慢的一减得到一个值 是吧 如果为正的 那么毫无疑问 12日是在20日呃 26日上方 是吧 说明什么呢 说明均线是多头的 是吧 啊 如果得到是正的 就是多头的状态 是吧 多头的状态呢 那么这个白色的线 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正的 对不对 啊 如果是 如果是空头的 那么呃 快速的 应该是在慢速的下方 是不是减去 那肯定就是得到的是负质 是吧 啊 那么呃 这个白色的线 应该也在零周以下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想想看 是吧 那我们把这点搞清楚之后 这个MACD 它这个整个技术指标图上面 还有一根黄色的线 黄色的线 称之为什么 D DEA 是吧 DEA就是什么呢 就是DRF的多日的平均值 啊 比如说一定的日期之内 啊 给它取一个什么呢 取一个它的平均值 形成的点 是吧 就称之为 呃 这个 呃 就是说这个 差 差额值的平均值 是吧 差额值的平均值得到 啊 然后呢 再去观察什么呢 就是说具体的差额值 与它啊 比如说30日之内的 以这个算术平均值 是吧 因为算术平均值 往往它要比较稳定一些 我们均线是怎么来的 均线就是根据 K线每一日收盘价 是吧 比如说5日移动平均线 是吧 就是5天之内的 这个呃 每天K K线的收盘价 是吧 得 然后减 加上前面4天 是吧 然后得到一个算术平均值 在这一天收盘价 与前面4天的 是不是啊 得到的点 然后把它连起来 就变成了移动平均线 是吧 呃 就是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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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状 柱状体啊 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柱状体在实战当中具体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那么我们呃 下节课再讲给大家啊 那么现在大家再看到这个MACD这幅图 应该我想是不陌生了 是不是 那么往往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就正常的用法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呃 白色的线 上穿黄色的线 也就是说这个差额值啊 呃 得到的差额值呢 呃 上穿了它的平均值 差额值的平均值 是不是 上穿之后啊 我们认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呃 呃这个呃 股价可能在短期之内会上涨了啊 那么是发出了一个买入的指标 是不是啊 呃 然后呢 这样子下穿下来叫什么 叫死差了 死差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这个卖出的一个指标 是不是啊 大概就这样 然后呢 再看柱状图 是吧 基本上就是看柱状图 如果说这个红的持续增加 说明什么呢 说明多方的力量 也就是说上涨的动力是源源不断的正处在上涨的阶段 那么你想让它跌下去 有点难 也就言外之意就是什么呢 回调即买入 可以 是不是啊 如果说 比如说你买呃 就很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这个绿色的柱状柱状图是吧 也就是说BRA这个东西是吧 呃 如果说正值在这个位置是吧 大家看我光标正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天天还是在增加 是不是也没有明显的缩小 那么这种情况下 即使往上面涨一天啊 也是反抽是吧 反抽什么呢 你不能买 是不是啊 买进去 跌幅就是更深的 是吧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简单的来看就是这样的 那么呃 具体到实战有这么简单吗 并没有这么简单 是不是 具体到实战 它的用法是多样化的 甚至什么呢 甚至它的这个 因为它的初始值 一般情况下 大家可以去 先听完这节课 你就可以看一下你这个呃 看盘软件上面 一般是它的MACD 这个初始值是12 呃 12 26 9 对不对 它的初始值 也就是说什么呢 12日移动平均线 是作为快速移动平均线 26日作为慢速移动平均线 9是什么呢 也就是这个BRA的取值 就是说 它们两个的距离大小 9日以内的算术平均值 得到的什么呢 得到的这个柱状 是不是 但是呢 MACD我们在用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震荡的时候 是不是 它它基本上处于 MACD也是处于震荡的走势 是吧 非常的不好用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想到办法 把它的周期可以缩短一点 比如说缩短一倍 啊 比如说把它变成6 是不是 呃 13 是不是 5 对吧 那么MACD 整整个指标 它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不是 啊 它将会变得更灵敏 因为呃 往往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 MACD这个指标 是吧 呃 它的灵敏性不强 大家更呃 就是说更加愿意去通过KDJ 去看这个股票短期之内的上涨与下跌 它的灵敏度怎么样 对不对 啊 而KDJ呢 又太灵敏了 是不是 经常发生一些这个错误的信号 是吧 太灵敏了 没有什么用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呃 你看一个指标呢 它并不是一成不变 你把它理解的透彻之后呢 你就可以啊 任意为之了 是吧 啊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可以周期缩短一点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可以周期缩大点去用 清楚吧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要变大 什么情况下缩短 然后呢 MACD具体在实战中又怎么去用 是吧 这个我们下节课再给大家来讲啊 一定要认真的去理解 先把这个MACD怎么来的 先搞明白啊 然后呢 我们下节课再给大家讲 到底要怎么用 是吧 那么在这个呃 这节课的结尾 我想给大家还是一样的啊 呃 留两个作业啊 两幅图 是不是 两幅K线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MACD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神奇 这也是什么 第一个作业啊 比如说这支票 呃 在运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能否买入啊 在这个位置 呃 因为从整体的结构上面来看呢 它实际上在这个位置 是很很难绝短的 对不对 啊 为什么 你看大家 呃 依照以往给大家讲的啊 这里先大幅度涨了一波啊 这里呢 大幅度又跌了一波 呃 大幅度跌了一波的时候呢 往往是什么呢 短期之内是不能去碰的 是吧 不能去动的 对不对 啊 但是呢 由于这个特征 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结构 看一下它的这个成交量 然后再看什么 再看我们因为这节课讲的是MACD的指标 再看一下MACD的指标的表现 是吧 然后结合来看一下这个票 在这个位置能否出手 为什么能出手啊 不出手是为什么不能出手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这幅图啊 这幅图呢 呃 特征是什么 看 它持续的在下跌 是吧 持续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啊 然后呢 MACD持续的在往上面走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吧 那么我们如果说啊 呃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指数 对不对 啊 如果说你看到这幅图片 你看一下 看一下呃 如果说要预判的话 在这个位置 你预判指数 是会继续下跌呢 啊 还是什么呢 还是后面会有一波涨幅呢 这个往往你通过其他的东西是看很难看出来的 但是呢 啊 合理的利用这个指标呢 啊 你基本上心里面 呃 不能说啊 一定是百分之百种的 但是心里面起码有一个预期 是吧 提前预警你 啊 这个指数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变化 是不是啊 大家思考一下 这也这是第二个作业啊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呃 下节课我们来讲MACD具体的用法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 这也就是这样的视频就给大家看